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服务就比如说他会给你就线上那些平台就美团饿了吗 给你做一个线上的一个装点优化 然后帮你设置菜品的一个套餐 还有单价活动的管理 还有就是说能给我保障一个店铺的一个提升这样子 是销量提升 对对对 三个月服务期费用是5200块钱 从今年2月25号开始 可一个月之后 小房发现 他帮我运营的话 整个效果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差 因为像我以前的话是有200多单嘛 但是他运营了之后的话 我现在是一个月只有80单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们是怎么运营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带运营 就是希望他能把我整个店铺的一个销量提升上去嘛 小房说 自己的店在商场外围 因为线下销量没有提升 外卖平台单量也下降 持续亏损 他就把店转了 记者和小房找到圆月大厦酒楼的这家杭州人间有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一位卓经理说 无论是餐饮店还是服装店 销量出现波动是很正常的 我们作为专业的应用团队来讲 肯定是帮助客户 以帮助客户提升为目的去做这件事情的 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比如说产品 对吧 比如说客观的轮流的变化 比如说平台流 平台流量的一些变化 小峰提供了人间有味进行外卖平台运营后门店第一个月的销量情况 他说在饿了吗平台销量比上个月下降70.35% 在美团外卖平台营业额比之前一个月少了2776块钱 而合同上明确写了公司能保障他的电月销量上升 这个条款里面有这个部分 那相信一定是做过了解做过观测的 如果说做不到的 我们相信是不会这么去写这么去沟通的 当然这面客户里面一些数据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也是有在观测的 甚至于说我们也是有这个就是动作在实时的帮客户去做一些调整 小峰说现在店已经转了 就希望公司退款 卓经理表示公司提供了一个多月的服务 全额退款的要求要向领导申请 后来经过沟通公司同意全额退款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